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 IFC Live Global 为你呈现 A Live 演唱会 Vol. 11 就在今晚 4 月 17 号晚上 8 点 在 Capitol Theater 最后一位隆重登场的歌手就是周慧 大家好一定要这么浮夸吗 对啊隆重 对啊隆重来介绍你出来 现在都隔壁都好想你喔 你好久没来了 哇我上一次来应该是两年前 来当刘家昌老师演唱会的嘉宾 那我上一次的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 刚好那个时候发行 所以有来小小的游览了一下新加坡 但是也没想到 竟然中间又发生疫情啊什么的 所以这样一隔又隔了两年了 对对对 首先我要先恭喜你啦 你的演唱会门票被一扫热空 全部被卖光了 恭喜恭喜 谢谢 这样好多想念你看吗 有些都还买不到耶 对我就是要讲很可惜 这次只有250个座位 那虽然说在昨天听说 我已经放宽的要求 可以去到更多的人数 但因为已经开演在即 所以就觉得 好吧 没关系我们这次就是很精巧的 把这场演出做好 然后让大家心里头觉得很开心很温暖 然后带着幸福感回家 然后我也希望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 可以把你们今天晚上的感动 去告诉你更多的亲朋好友 等下一趟就会再回到新加坡演唱的时候 再回到首都巨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让他做好做满 让更多人感动 哇真的非常向往那个日子的到来 非常期待耶 对 不过其实刚才我也听工作人员说啦 你前几天才刚到新加坡 对 然后跟乐手老师们也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彩排 对 今晚就要开唱了 这么赶一个行程应该很累吧 其实我觉得还好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的歌单 毕竟是我第一次来新加坡做一场福秀 所以我开的歌曲都是这21年来的经典歌曲 那我觉得这些经典歌曲 我的演出经验已经非常的多 比较为难的是新加坡的乐手 因为我们第一次合作 但我觉得 这些年轻乐手们真的是很棒 他们非常非常进入状况 可能因为也知道时间有限 所以他们真的是 私底下应该是做了很多大量的练习 所以当我一到新加坡的时候 跟大家进行第一次彩排 我就发现 其实我不用太担心 因为大家已经把自己分内的事都做得很好 对 用最快速又最精准的状态去呈现 所以我相信今天晚上大家看到的 绝对不会是说 因为时间很敢做出来 会不会就觉得有点半调子 绝对没有 最后有什么话想对新加坡的歌迷朋友们说吗 非常开心在这么特殊的时期 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所有观众朋友 会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 不管是你还是我 因为真的很不容易 一年多之后的现在才终于有了这样子 可以做现场演出的机会 然后全程大家要戴口罩 又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我相信在这一辈子当中 如果要你举例一个最有趣最特别的演唱会 我相信会是今天晚上 所以希望大家尽兴地听周慧唱歌 然后我也期待下一次赶快再到来 谢谢你 谢谢 赶快成功加油 加油 谢谢